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Sedino 郭靖彤 在這裏 大眼在這裏 今天我們就要說香港乒乓女團 在昨天戰勝了德國的對手 勇奪銅牌 就成為了歷史性第一次 在女子乒乓球項目上 獲得的第一面奧運獎牌 原本就很值得開心的事件 又被那些黃人查禍了 事關那些黃人就說到 整個香港隊的乒乓球女團 都曾經說過關於愛國的言論 又說他們藍到爆 看來香港女子乒乓球團體 就成為了那些黃人最新攻擊的對象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的 我們回頭回來看看 再之後的就是 教育局不承認教協之後 教協就離過180度大轉身 除了退出了很多國際的教育組織外 還說到自己很愛國 立即成立了一個中國歷史文化工作組 來證明自己 但有人說到 教協這樣做其實是暗藏著一個陰謀 與此同時 就著港大在昨天宣布 不讓那些搞事學生踏入校園半步之後 港大的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 就在昨天辭退了這個校委會成員的職位 來以事不滿 究竟這些關於教育界的新聞是怎樣的 我們回頭回來看看 再之後的就是 今天新潮民將會探討一下 美國國內形勢每放月下 但是這個講明什麼都要和中國鬥的美國總統拜登 究竟還有沒有能耐和中國鬥下去呢 事關拜登已經上任差不多半年了 暫時還沒看到他能夠做到什麼 稍後我們就為這件事作出一個分析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就在昨天我們香港隊就獲得了兩面銅牌 一面就是空手道的女子選手 所獲得的奧運銅牌 另一個項目就非常受我們香港人觸目 這就是香港的女子乒乓球團體賽 整場賽事可以形容到是非常激烈 經過千辛萬苦終於獲得這個銅牌 整件事非常值得我們慶賀 作為正常人的我們就當然是這麼想 不過那些黃人又趁機在搞事 原來那些黃人就說到 我們的香港女子乒乓球團體非常藍 又說到隊中的成員和教練 都曾經就著一些愛國的表態 來攻擊他們 就說到永遠都不會支持這個乒乓球團體 那些黃絲還說到以後要好好關注他們 要繼續抽他們的後腳 挖他們的倉巴 那究竟為什麼那些黃人要這樣說呢 我們就請戴眼來說一下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事關今次我們的女子團體賽的隊員 香港乒乓球界的一姐杜凱琴 她之前七一的時候 她就曾經在她自己的社交媒體IG上面 鋪過一張照片 從這張照片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照片中的天橋 懸掛著我們中國的國旗 和我們香港的區旗 寓意就是要慶祝我們香港回歸23周年 因為這張照片在2020年7月1日拍的 而且在橋上 還有很多穿著紅衣的人 出來慶祝我們自己香港回歸20多周年 那杜凱琴發出這張照片 證明她自己覺得 香港回歸祖國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 事關於2019年的社會事件過後 基本上這個社會 大部份的年青人都分開做愛國和不愛國 就算有第三個類別是中立的 他們都不會作這些愛國的表態 所以杜凱琴的這個表態 在2020年的時候都可算是非常大膽 所以這個事情被黃絲挖出來說 還說要好好關注她 而且黃絲還在網上討論區上說到很難聽的話 就說到之前在呂丹的賽事裡面 杜凱琴是專門輸給陳夢 就說到杜凱琴是配合國家隊去作賽 其實那場賽事 大家有目共睹 杜凱琴是打得很辛苦 很賣力的 面對國家隊的一姐 陳夢 其實她絕對沒有手怨 現在的黃人因為立場問題 而對我們香港的這些愛國運動員 單單打打 最過分而且最低能的一個留言還說到 要等杜凱琴回來香港之後 就去廉政公署舉報她 看看她和國家隊會不會有利益的輸送 這班人真的想到沒什麼好想 明明拿到獎牌 是一件很開心很值得高興的事 偏偏這班人 不為我們香港隊成員而高興 偏偏為了這些政治立場 單單打打 而受到黃人攻擊的 當然就不止杜凱琴一個 還有她的同隊成員蘇惠欣 蘇惠欣至少在一個乒乒家庭上長大 據聞蘇惠欣三歲多就已經懂得打乒乒 他多年以來的努力 我們這次終於在運動會上看得到了 而黃人也對他看不過眼 但又走了去起他底 就畫了一篇post出來 在那篇貼文裡面 蘇惠欣自己就說到 要澄一澄清他自己的立場 他就說到他自己絕對不是那些港獨的人士 他是非常支持香港警察去嚴厲執法的 更加是不支持那些動手動腳的行為 以及破壞社會的行為 而在他這篇文中他就說到 他之前曾經想歪過 發過一些鐵文 對我們祖國的同胞有少許冒犯 他在這裏向大家道歉 而且他認為 如果一個人要發聲去爭取自己想要的東西 這個過程是必須要操守和道德底線的 很明顯就是在說黃人 而且他文中還特別強調到 他自己作為一個中國的香港人 他再一次地為他之前做過的事情 去向大家道歉 黃人看完他這篇文章 當然心裡很不舒服 所以攻擊的對象也包括蘇惠欣 黃人還說到對蘇惠欣很失望 因為他一頭粉紅色的頭髮 就以為他是黃人 誰知一找到這個鐵文之後 就說黃他們支持了蘇惠欣這麼久 原來竟然發現他是一個愛國的人 所以他們心心不分 說要接下來整股他 除了網上的黃絲 頭腦是不清晰之外 想不到連某些記者 一樣是想歪了 這次這個女子的團體賽 香港隊就是由李靖帶隊 李靖我相信很多人都認識 是我們香港乒乓球界的銀牌選手 就在這次我們香港的女子團體隊 奪得乒乓球的銅牌之前的十七年 李靖和高麗澤 就為我們港隊奪得一面奧運的銀牌 所以他非常有資格去做這個教練 而且他這次帶隊也非常出色 但是當他帶隊拿了這個銅牌之後 就有一些別有用心的記者 就專門去訪問他 他就企圖去挖苦他 首先那位蟑螂記者 就問李靖對於拿到銅牌的感受是什麼 李靖當然是很大方地回答 就多謝國家隊和多謝香港隊 但是那隻沒腦的蟑螂記者 又再追問李靖 問他為什麼會多謝國家隊 這位蟑螂記者的意思 其實就是問李靖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多謝這個國家隊 那我想這位沒腦的蟑螂記者 問完這個問題之後 李靖自己都心中有數了 所以就忽由這位記者 就說到 多謝就多謝了 哪有得解的 隨即就忽就離去了 這位無腦的記者 就只能在背後目送他的背影 其實為什麼要多謝國家隊的這個問題 你稍為對這個乒乓球界有深入的了解 你都很容易找到答案 因為我們港隊平時集訓 就不單止在香港 還會回到內地和國家隊一起集訓 那跟國家隊集訓有什麼好處呢 國家隊中高手如雲 那訓練過程 就可以跟多些高手過招 而且國家隊 也不論識他們的資源 給我們港隊使用他們的場地 和對我們港隊作出技術的指導 那這些都是幫了我們港隊的嘛 那李靖作為我們港隊的教練 代表港隊的成員 代表他自己 去多謝國家隊 又有什麼問題啊 所以從這件事件上 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些黃人是絕對會跟你說政治 無論是體育也好 演藝也好 你不說 他都幫你分了立場的了 沒錯 不過乒乓球的活動 年長小小的前輩肯定記得 在1970年代 我們中國 就藉著乒乓外交 去和美國去破冰 想不到 今天這幫美國的爪牙 竟然再次利用乒乓外交 不是 應該說 利用乒乓球的賽事 就搞了個乒乓絕交出來也有 沒錯 即使香港乒乓女團 拿了銅牌 很辛苦地戰勝了德國的對手 之後 那些黃人就不是看你的表現有多好 第一他們要看看那些運動員 究竟是不是他們的派別 如果可以做到乒乓女團 這麼出面 來支持自己的祖國和香港 在那些黃人的心目中 他們就會被判斷為不合格 來反行其道 支持他們的對手都會 所以這些就是政治立場行先的最佳例子 另外就著很多觀眾向我們反映到 說到某些電視台 在評述奧運的時候 就作出一個立場的偏頗 通常這些情景都是發生在中國隊身上 有網友就說到某大電視台的其中一個副台 他在評述中國對日本 女團乒乓球決賽的時候就非常偏頗 就說到那些主持人 我相信應該是那些客席主持人 就說他們當了日本好像自己的鄉下一樣 就幫他立喊助威 每次都幫助日本 由於我自己就沒看過這個電視台 所播出的比賽片段 我也是引述網友這樣說 也有網友說到另外一個V字頭的電視台 就選擇在電視頻道那裡去播滑板比賽 也不播中國隊對著日本隊的女團乒乓球決賽 也有網友說到有些電視台 在中國贏了日本之後 作出一個簡略的評述 就沒有播放國歌的部分就飛走了 我相信大家觀眾都有在電視機面前看奧運 究竟你們的觀感如何 都不妨在留言區留言表達一下 由於我自己就看不完那麼多的電視台 所以我唯有說一件親身經歷 來告訴大家其實這就是香港的現實 事關於19年或14年之前就沒有這麼刺激的政治風波 其實很多香港人都會有一批冒認日本人的癮 話說大概十年前左右 格仔和大眼就親自去到大球場 觀看了一場日本隊對香港隊的比賽 這場是一場足球賽事 由於我們香港隊就有主場之力 所以整個大球場都是坐滿我們的香港人 而日本的支持者就失縮了一角 雖則是這樣的 日本人人數不少 大概佔到所有的觀眾五分一左右 如果有看過日本的一些國家隊比賽的話 都會發現他們的粉絲就好像夾過了 排過了 就會拿鼓去立喊助威 又唱歌 因此這件事都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都忍不住望多兩眼 之後我和格仔直接潛進日本的粉絲區 不過我們沒有扮到日本人 因為當時我們是支持港隊 雖然沒有港隊的球衣 但是我們穿著一件藍畫的球衣進去 所以當我們走進日本的粉絲區的時候 他們都眼睛睛地看著我們兩個 但是正當我們坐下來 一路看球 一路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身邊有一些穿著日本球衣的人 是操流利的粵語的呢 是啊 我當時就有這樣的感覺 原來這群說著日文打氣說話的人 有一些是能夠操流利的粵語的 原來這個時候我們才發現到 很多香港人就去假裝日本人 就和那些日本人一起跳舞 打鼓 以及勒喊助威 大家想想 當時日本隊是對著我們的家香港的 你竟然去支持日本隊 還要去假裝日本人 混入他們之中 所以當時我的腦海裡就想到 恥辱和漢奸兩個字 我另外還想到兩個字 是抵打 所以這就是香港的現實 的確很多頭腦不清晰的人 都會當日本是他們的鄉下 因此有網友說到 看到某電視台的評述員 即使在乒乓球賽的決賽裡 中國對著日本是偏幫日本的話 我們聽到這個消息都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可能這些評述員 就是當日潛入日本球迷區扮日本人的人 還有很多觀眾跟我們說 有些網站 尤其是美國的網站 就經常將獎牌榜調來調去 就有網友說到 當美國金牌領先的時候 美國就是以金牌數量 作為獎牌榜的排序優先 但當中國的金牌數量多於美國的時候 美國就以金、銀、銅牌、獎牌的總數 作為獎牌榜優先次序 看來我們的網友都十分眼力 能夠察覺到美國彈出彈入 總之誰計法對它有利的話 就用這個方法來計算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留意到 美國在獎牌榜上做一些小動作 有的話也歡迎留言 不過這次我們港隊的乒乓女團 能夠奪得這面銅牌 是非常值得慶賀的事 而且我也為了他們 作為一個這麼年輕的隊員 能夠有這份勇氣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表達清晰的立場 來為他們點贊 亦可以帶頭做到一個作用就是 今時今日與其模糊不清 去到被人鼓勵的立場 究竟是不是屬於那些黃絲呢 倒不如先幫自己證明 勇敢站出來 去跟這些黃人割席 免得讓他們利用 再一次跟大家更新一下 這個教協組織 大家對這個組織都覺得人人得而諸之 首先當教育局全面跟他停止任何合作 他第一個幫自己想洗底的動作 就是第一時間發了一篇 給會內的很多會員的一篇公開信 而這篇公開信 我為什麼說他公開信呢 因為全世界都知道 假裝不是公開信都不是 就說自己會聚焦他的專業領域 以前一直以來都沒有聚焦搞政治 再在信裡面就說自己一直以來愛國愛港 以及會支持國家的文化 對文人來說寫一些違背良心的東西 寫一些讚人熱淚的文章 是家常便飯來的 大家千萬不要亂相信 今天又多了兩個幫自己洗底的行動 第二個就是退出一個叫做國際教師的組織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這些國際組織 大家經過這兩年的教訓都知道 全部都是國際統戰 是外國勢力要來統戰世界的一些所謂非牟利組織 雖然這個國際教師組織因為我沒有什麼接觸過 但是我也當成了 第三步就是今天新潮民要大力討論的一步 教協將會成立一個中國歷史文化工作組 而當然成立這些中國歷史文化工作組 他當然說要推廣中國的文化 和協助香港的學生師生們 認識祖國的歷史 他一定是打這些這麼淒美動人的旗號 新潮民在這裡強烈反對教協 搞中國歷史文化工作組 你要搞什麼你自己搞絕對不是問題 但是如果你這個工作組要參與香港的教材設計 參與任何學校的正規教育的章程 參與任何香港的正規教育 以及對香港任何歷史和文化的發展 要給意見要參與的話 新潮民在這裡強烈反對 因為你們沒有這樣的資格去參與這些工作 領頭的三個名字給大家聽 一個是教協的前會長 也是裡面的監視委員張文光 另外兩個都是監視委員 也是資深的歷史教師 陳漢心和陳人啟 大家記住這三個名字 日後出現什麼爭議性的教材 但凡是這三個人出現所有關的任何歷史文化研究和推廣活動 大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大家記不記得在我們學生的教材裡面 曾經出現什麼爭議性的問題 以及爭議性黑白倒轉的歷史故事版本 是教給學生的 例如說我們中國發生過福壽高事件 大家記不記得嗎 是英國經過東印度公司來賣過來 打算塗毒我們的國民 我們中國的林則徐很壞大發讀過一場大煙戰爭 來清洗福壽高問題 但是居然可以香港有老師 反過來教給學生說 當年我們的大煙戰爭是英國人搞的 為了幫助我們國民架煙 你說是不是離譜 還有夠膽死研究通識科裡面一個研究議題 就是說外國入侵中國 日本人入侵中國 究竟這件事對中國的發展如何利多於弊 我這樣倒向美化外國對我們的入侵 這些事情全部都是黃老師做出來 黃老師全部都是教協的會員 我們香港中國歷史不是自己獨立成為一個科目 這件事就持續了很多年了 歸根究底 當初為什麼會取消了中國歷史科 為什麼會變成了通識科 為什麼中國歷史本來就是歷史是什麼 原原本本你就讀 然後考試 從什麼時候開始歷史的議題變成通識科裡面借古奉金 或者讓學生能夠批評歷史的一個科目 我不知道誰搞出來的 但是我只知道無都未出齊的學生就沒有資格批評時政 沒有資格批評歷史 別人說你就聽 在這麼久香港都沒有原原本本的中國歷史有得讀的時候 我要說一些比較中肯的話 歷史故事和歷史版本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簡單說有分敵我的版本 什麼叫敵我的版本 敵人就一定是把你的歷史描繪到外國是好人 本國是壞人 這些全部是漢奸版本 就好像黃老師倒轉頭說的什麼外國入侵 中國是利多於弊 這些就是敵人的版本 但是不代表自己人的版本也好 不好意思跟大家說 其實中國歷史裡面也出現了一些不好的版本 就是對自己歌功頌德 說到自己各種都天下無敵 各種自己沒有錯的 沒有東西需要進步 沒有東西需要發展 然後就抹黑全世界 將世界外國一些好的值得學習的東西都說到不好 這些叫盲目的自我吹捧 這些版本的歷史也不好 但是其實坊間有很多不同的敵我錯誤的歷史版本 如果你教協要搞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你拿什麼教材來搞活動 搞推廣 另外一件事 就算現實的歷史版本 可以隨著一個人的角度 看一件事情的角度和價值觀 這件事情可以完全不同看法 根本看歷史就跟做人一樣 不同角度和價值觀會看出不同的效果 所以這麼複雜的事情 怎麼可以讓一些有心的黃組織來搞 一些爭議性的歷史話題 例如我們國家的解放戰爭 去到敵人手上 他會怎麼說呢 這個版本 另外一件事就是 在抗日戰爭的功勞分佈上面 在敵人的版本 他們又會將這件事怎麼說呢 當中涉及很多歷史的細節和證據 你稍為刪減一點的話 都會變成另一個觀點和角度版本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們中國一直以來 歷史這麼多的朝代 我們中國不善於侵略別人的國家 我們不善於南征北土 我們只是想做好自己本國本土 對進貢 在歷史裡 對進貢系統 和殖民統治 這方面 我們的心得一定是沒有外國那麼厲害的 但是如果這些歷史的政治手腕問題 交給敵人手上來說 人家一定會說到外國很厲害 進貢系統 建立什麼什麼帝國 萬邦來朝 他們一定會描繪到外國很厲害 我們中國沒有這方面的戰績的時候 會說到好像比下去 然後他們就會拉到香港的殖民統治去說 然後就說到香港因為殖民統治 所以當初就變成了東方之珠亞洲死小龍 他一定是想這麼說 但是他一定不會說的就是 在1974年 ICAC成立之前 香港根本就是烏煙瘴氣 當時大家都記得 看電影經常看 四大探長年代和四大家族年代 看電影就好像很過癮 但是其實這些烏煙瘴氣 就是在英國有心培植香港之前 外國人慣常的套路 香港當時六七十年代 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其實這個世界很多國家 都是在殖民統治之下 變成烏煙瘴氣 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但是如果交起教協手 他會不會報導這些歷史 直到1974年之後 直到80年代之後 英國有心把香港打造成一個 這個由製造業變成貿易和金融的大城市 來做美麗的香港 想把香港變成一個跳板 來攻入中國內地的時候 這些政治陰謀 又會不會在歷史科裡 跟學生說 歷史的對語錯 哪個好人哪個壞人 本身就牽涉大量不同角度的分析 和不同的資料證據 根本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 就算是正常人說 香港也可能會不小心有所編沙 更何況交到敵人手上來說 總之新潮民在這裡 就強烈反對教協所成立的 中國歷史文化工作組 參與任何主流教育的工作 參與任何香港的教材設計 甚至給予一個意見 我們都強烈地反對 如果教協這個 大家記住 這個中國歷史文化工作組 有任何動向 是牽涉到香港的主流教育 和教材設計的話 我們新潮民都會做些事情去抗衡 我們新潮民都可以成立一個 歷史文化工作組 有戴眼 喜歡講歷史 我們正常人陣營也有一個牧sir 還有大衛sir 鄧飛校長這些 和我們新潮民關係都非常好的 我們都可以整個歷史文化工作組 起碼出自我們的歷史故事 一定不會是誤導和誤人子弟 再之後就是廣大的法律學院張達明 現在就辭任他校委員會的成員 他的原因就是 話說宣布辭任的一天 前一晚 校委會就成立了一個緊急的會議 因為這麼緊急的時候 他就沒辦法出席 他就有要求 把當中的議程和文件 就發給他 讓他都可以提一些意見 但是校委會就說做不到 而這個議程就是就在7月7日 香港大學裡面有一群 平議會的學生 就著梁建輝事件 要搞悼念行為 這件事來作出紀律處分 就是說有關人等 不能再入校園的這個安排 張達明就使出一支 典型的道德包裝 包裝裡面的政治陰謀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對著有關的安排他覺得很難過 他覺得這些安排是不對的 那些學生雖然做的行為是不對的 但是他們也道歉了 我們學校應該是培植人才 應該教育學生 所謂知錯能改 還有學校有紀律委員 也應該讓學生有權去自辯 就是狡辯 然後才再作出決定 現在這個安排可以說是越權 這段說話就是他的原文說出多麼難堪 所以他就要辭任校委會的成員 這些說話就是典型拿道德高地包裝 說到自己很神聖很偉大 說到自己很受害者 那些7月7日 平議會的學生 擺明就是動亂分子 擺明就是犯了國安 美化攻擊執法人員的行為 但是只要這些說話不說出口的話 這個世界有很多偏頗和平的人 就是想避免紛爭的人 就會覺得多一事就不如少一事 誰指出這個陰謀的話 有權還被偏好和平的人 會指罵他們是壞人 是醜人 而就是因為這些偏好和平的人 就造就了這些 發生了一些支持美化動亂事件的學生行為 都可以有人走出來說 那些學生只不過一時做錯了 他們都道歉了 學校應該培育人才 怎麼可以就這樣剁掉他們 就會造就了這些人 可以大放缺詞說這些言論出來 因為他知道這個世界會有人 會有些戰爭思維低的人 會有些戰爭思維的人 會有些戰爭思維的人 如果梁建輝這個行為 就在一個多月前發生 都可以這麼具爭議性的時候 我們的歷史科這麼多段故事 怎麼可以交給敵人手上 來搞一些歷史文化推廣工作 而我們精明的網民就說到了 你辭任校委會的成員有什麼用 你夠膽就直接辭了 你法律學院教授的職務 為什麼呢 是你那個法律學院教授的職務 才有人工鬥 你夠膽就辭了 關於張達明的立場 和他的個人品行 大家其實只要一搜尋 就可以看得到 但是記住要打廣大張達明 要不然就會出了另一個拍戲的張達明 只要大家一看 就知道他過去的言論和立場 是黃到爆的 再之後就是更新一下 我們中國除了在奧運會上的偉大成就 拿了多少面金牌 也要說一下我們在國際和外交上 也做了什麼偉大的工業 其實自從今年年頭一月開始到現在 我們中國對全世界關於這個病情 已經捐了7億劑的苗給全世界了 而剛剛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到 要對世衛的苗助計劃 再要在未來年 要捐足20億劑的苗 還有再捐1億美元 協助他們的計劃 這些行為可以說是看到美國非常眼紅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做了美國一直很想做 但是卻做不到的事情 美國一直指責中國搞疫苗外交 其實他就是看不過眼 中國藉著病情和疫苗來建立友好的關係 因為美國不僅想搶雜發明好疫苗來大搞疫苗外交 他其實甚至一開始打算搞疫苗霸權 把他推出來各種牌子的苗炒到貴一貴 大賺一筆 甚至要聽話的國家才能有派發 藉此來打擊不是他的盟友 但可惜如意算盤打不響 所以他們想做的事情 他們會幾十八重包裝紙去做 然後別人做了他想做的事情 他就指責別人是疫苗外交 美國過去半年自從拜登登位之後 對中國的態度極之審慎 對中國的施壓也有增無減 而且跟特朗普任期不同 就是聯同很多其他盟友一起對中國施壓 一起對中國抹黑 拜登本來對國內的抗病 打苗普及經濟發展 打算大剪拳腳 可惜上下不配合 而導致諸事不順 我一會兒可以數一下給大家聽 美國現在面對的問題 另外對外 第一想進行盟邦外交 盟邦外交就是 跟自己的盟友在圍內 談大茶飯大生意 然後敵對不是自己盟友的人 利用盟友來到大蝦小 人多蝦人少 針對中國 另一個就是價值觀的外交 就是想輸出美國的價值觀 就是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是虛的 經濟發展和基建 就是滿足人的生活和胃口 而意識形態是植入人的心 一個漂亮的政治意識形態 的感染力可以很強 甚至可以令到世界的人 可以著魔 迷信這些意識形態 連生活都可以不理 很多人都指責美國 為什麼你不做好自己 一天到一刻要妖魔化中國 但是自己的國民 民生 經濟 基建各方面千瘡百孔 沒有辦法 為什麼呢 他就是不可以面對自己的問題 一定要妖魔化別人的問題 試問如果兩國相比之下 高下立見的話 這些現實和明確的比下去 怎麼可以令到自己的國民 不對自己的國家失信心 就是怎麼樣 意識形態 妖魔化 總之東方世界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來自撒旦的 自己的up and down 自己的失勢 就是人生必經的過程 我們是神聖的 這樣就可以安撫到大部分的普羅大眾 美國本來對他的病情束手無策 現在還來一個D級變形的來襲 可以說是嚴重的反彈 因為本來他們國內的打苗率 就算那些人多不合作也好 起碼都有一半人打了 而這個病情的case也有回落的跡象 但是D級變形突然間令到美國 就可以無端端試過單日是二十萬個case 現在平均都是九萬至十萬個case 拜登本來就是在美國的基建問題上 大灑金錢來搞好美國基建 先說四萬億 又說八萬億 再說到十二萬億 但原來第一關都沒過到 只是四萬億那一段 已經因為美國的兩黨之爭 拖到現在都沒談好 好像只能批出一至兩萬億 暫時先做事 在復甦經濟方面 因為大家都知道支持民主黨 其實就是有很多這個世界的雕民來支持 這些雕民要安撫他們 第一就是派錢 第二就是要有很多保護措施 例如房屋租客的保護措施 還有債務上限 讓他們不要債台高足 來保障他們的生活 還有對有錢人的加稅 大老闆是加稅 主要城市可以加到六十幾%的稅 如此一來 過去一年只會造成大量的大食欄 收慣錢不想做事 而整個美國的經濟都是建基於 大家都知道 美國有很大部分的經濟運行 建基於Credit Card系統 因為美國人 普羅大眾喜歡活在當下 所以今天的事 今天過了隱先 就錄爆卡導日 如果現在搞債務上限 表面上就可以減少債務違約的風險 但是問題是 那些人慣慣卡的時候 你不讓他慣 那他吃什麼 那些人會反 在對外方面 美國面對中東的撤軍 但是為了對中國施壓 又要在南海搞事 所有盟友都被他拉在一起 全部人一起騎虎難下 但是問題就是 美國的軍費你怎麼出 美國每年龐大的軍費 去支持這個世界各地的軍事基地 現在這筆數怎麼找呢 還有世界各地的盟友被拘捕 這場未必會打得贏 甚至很可能會打輸的戰爭的時候 大家也會立場開始浮定 現在很多本來是美國的盟友 都開始企圖吃兩家茶禮 一方面跟中國也收好關係 美國面對另一個問題 就是大打移民牌 什麼叫移民牌呢 大家都知道他有個VP 叫Karmelai Harris 他是一個有亞洲血統的混血兒 美國就派他來處理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問題 而為了保持他的支持 大家也知道民主黨 是很多移民的人都會投他票 問題就是你接了一大群新移民到美國 你怎麼照顧呢 今時今日美國的情況 這群新移民只會加重美國的福利負擔 而隨著美國的大崩盤的時候 還有沒有中國這個白武士來幫美國買國債 俗語就說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公平 是非全看實力 就在美國在多重對內對外的問題下 最近才開始有人煲起這個病的源頭 隨時是美國漏出來的 在大國失勢的時候 才有人把這些東西煲出來說 過去這兩年 一向都說 其實遠在2019年在世界各地 都有第一個皇冠肺病的案件 但是沒有人拿出來說 最近才把苗頭指向美國的Patrick工作室 本來全世界都是針對我們中國的工作室 令到我們中國萬事莫變 所以綜合理看現在美國就全身病痛 他只能夠盯著中國來打 妖魔化中國 來合理化現在的劣勢 但是問題是國內的支持度也嚴重不足 還有特朗普在後面不斷打 在各種內憂外患之下 美國甚至不斷想華中國 就像當年的蘇聯一樣 但現在全世界看到 有可能美國才是下一個蘇聯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結束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拜拜